台南市政府 曾經整個月 一旦看年下了多少 讓十二月每個禮拜 都精彩努力 下了多少的第一條 總爺野餐音樂會 就在五月頂章 市長安慰得這麼乾脆 在台北古城的 鹽水營面行銷記者月後 就馬上關回台南 跟民眾一起分享 小新華教團的精彩演出 第一次在 曾文區在 我們總爺藝文中心 來舉辦這個野餐音樂會 那我們邀請到了小新華劇團 來舉辦那個 來演出 小木偶奇遇劇的 這個演出 我們真的是非常開心 你看到我們背後 這麼多這麼多的 大朋友加小朋友 全家一起來度過 很開心的週末下午 所以呢 我們今天 這只是一個開始 日後的接下來的 這個約旦跨年活動 我們每年每年都會增加 更多更多的點 希望有讓更多更多的 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來參加 台南市新聞室這一齣 今年就有 下在外面的第一棒 野餐音樂會 特別選擇在中央這片大草地 讓大家作為 有限的鴨餐 是鄉民行上 小新華教團 木偶奇遇劇 他們叫的演出 如果這場沒有參加到的名將 在月13日小龍營區 還有日本飛行團 教團臨近的 銀河谷音劇團的演出 歡迎市民大眾擁有參加 今年12月一定要來台南喔 有親子活動 有國際級的爵士交響音樂會 有超高的演唱會 台南怎麼樣 台南好樣 12月大家一起瘋台南 台南新聞 張碩維 彩虹波德